我們來到水漾森林 當然就是 哈囉大家好 我是蕭文明醫師 上次呢 我是從阿里山那邊走進去的 這一次呢 就挑戰從山林溪的人亭 到了耶 就是人亭在這裡 就從這邊進去 那希望呢 今天的路程呢 不會太累 我們今天早上呢 大概6點才從台北出發 開了快要4個小時的車 現在是早上10點 OK 所以應該就是從這裡開始囉 我們已經走到這個 分岔點了 就是呢 往這邊呢 就是路驅山 那這是 算是一個宮頂的路線 那如果往這邊的話呢 就是走簡單的路線 到水漾森林 這裡有牌子有寫啊 就是 往路驅山 上切下切 非常多 非常陡 這還寫什麼土石流 然後這邊呢 就是往 就是水漾森林 那這裡會經過一個公寮 那這邊就是 平緩好走 蘆葦多 然後這有點上切 然後再下切 就到了 對 所以我們呢 大概可能就是要往這邊走 會經過一個油水公寮之後 可以在這裡休息吧 然後可能吃個東西 然後之後再往這邊走 嗯 簡單 所以 因為是上坡 所以呢 我想我們還是走輕鬆的路就好了 喔耶 是有水公寮嗎 啊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已經開始起霧了 這一路上真是茫茫茫啊 對沒錯 我們已經到廢棄公寮了 然後再往前走 就會到 跟路驅山的街在一起 啊 然後就開始抖抖抖了 往那邊 往那邊 來 不行有沒有看到 讓你走 那接下來我們已經到了林道的終點了 前面的林道呢 就已經崩塌掉了 所以就不能再走了 這裡的標高呢 是兩千零五十公尺 其實這邊的林地都是 不是原森林 都是再造林的 那接下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往水漾森林 就是一個陡上的一條路 那就上去 再陡下 就到了 又接回林道了嗎 太好了 總算是走到最後一段了 總算是走到最後一段了 這一段接下來就是一路的抖下了 抖下之後呢就會到我們今天的目的地水漾森林了 這裡就是水漾森林了 水漾森林了 以前這裡是那個石谷盤溪流進去的地方 不過因為可能現在是枯水期 所以都沒有水 那湖好像也變得蠻小的 有點可惜 不過看 再晚一點的時候 看雲霧會不會散去 看可不可以看到整個湖的樣貌 我們就選這一塊當 當今天去掉的地方好了 而且人家都很貼心的鋪好了 鋪好了茅草 希望可以睡起來更舒服一點 好 好 下背包 大家贏 待好帳篷之後呢 還有點時間 那現在水漾森林這邊的霧非常的濃 所以我們想說我們就是往這邊去 就是可以往阿里山的方向 那途中呢我們會經過棉月神木 就去棉月神木看一看好了 據說它是全台灣第二大的神木 那我記得過去的路上不會很難啦 所以就是我們就輕撞過去看一下 然後晚上再回來煮完 耶 我們走算走到台灣第二大的 年月神木了 這個看起來很壯觀耶 因為用想的 你就沒有辦法感受到 原來神木可以這麼這麼的大 直徑這麼的粗 而且它還是活的 所以真的是 然後現在就是 又煙霧彌漫 真的覺得有一種在 先進的感覺 直徑 直徑 六公尺 樹林四千一百歲 那我覺得他們有被 砍掉一個很重大的原因 就是大家過來看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空的 它已經沒有木材了 它只剩下就是 外面樹皮的部分 所以可能就是 它的利用價值沒有那麼高 所以才活得下來 feito 要快去走 它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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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立場 要令到 不的話 早上八點左右 昨天來的時候是一片雲霧的 那今天天氣都已經完全 雲霧已經完全開了 藍天也出來了 非常的漂亮 就是來這裡就是一定要過夜 就可以感受到水上森林 就是有迷霧瀰漫的樣子 跟就是天氣清暖的樣子 就可以看到這個很清楚的水上森林 水上森林它其實是個淹色湖 它是把這個石盤湖西整個摘住的 這就讓我想到的其實就很像是人的這個泌尿系統 因為人的泌尿系統就很像這條溪流一樣 上游的腎臟一直永遠不絕地知道尿液往下游去 但是呢如果說呢像這個地方 就像921大地震之後呢 下游的土石流把這個溪流截斷 就像我們的這個攝護線呢 因為肥大的關係呢 把這個我們的泌尿系統阻塞住之後呢 就可能會像現在這個樣子 就是呢 這個尿液就會激流起來 就會激流在這個膀胱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呢這個現象是慢慢發生的話呢 它就可能會變成一個所謂的慢性的尿滯流 可能呢病人都不會覺得有特別的脹啊 或是疼痛的不舒服 可是他會覺得很貧尿啊 或是覺得小便解不乾淨 等到去醫院檢查之後才發現 怎麼會這樣子膀胱裡面激了一兩千的尿液 就很像這個水上森林這個樣子 那還有一件事情是說呢 我們可以看到水上森林裡面呢 有很多這樣一顆一條一條的這個枯掉的這個樹枝 這個呢其實在我們的膀胱也可能會發生喔 當這個攝護線呢肥大的時候呢 其實呢我們膀胱會做出相對應的一個反應 就是呢這個膀胱肌肉會相對的增生 這個增生之後呢 就可能會形成一條一條的所謂的小梁柱狀變化 看起來呢就會很像這個樹枝這個狀 這個樹幹枯掉樹幹這個樣子 那這個就是呢所謂的這個膀胱已經因為 攝護線肥大而導致的一些影響 所以呢如果說呢你已經開始有一些排尿的障礙了 或是覺得呢小便覺得不太順呢 那可能呢就表示你可能應該要到醫院來救診 如果需要的話呢就要趕快處理囉 我是邱文明醫師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歡迎你按讚分享 我們等一下呢就可能沿著原路 回到了山林溪人亭 然後就可以回台北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走了走了 你們要出發了吧 差不多了 掰掰 我們下次見